這裡叫朱莉葉城堡莊園 在這個城堂裡面還有一個秘密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種發光的魚 這種魚叫做神仙魚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從事觀賞魚的環織跟貿易外銷 這個是觀賞魚的一種 但是這兩個水族箱裡面的觀賞魚有一些特別 它第一項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觀賞魚共有一萬多種 這個是全世界第一隻粉紅色也是唯一一隻全身粉紅色的觀賞魚 這個是它第一項特別的地方 第二項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原本神仙女是長 裡面有灰色的 有一隻灰色 原本神仙女是長這個樣子 它是原產的亞馬遜 那全世界會這種技術把它從這種叫做Y-Type 把它用現在的生物科技讓它變成粉紅色的還是這種綠煙光的 全世界的觀賞魚公司有兩家會這種技術 一家是在美國 那一家就是在台灣農民公司 但是美國台灣的技術現在目前只能做到小型的 圓光魚就是四公分到五公分的 那像這個神仙女它可以長到十二公分 這種中型圓光魚目前美國技術上還不會 所以說在這一方面 美國大概賣了台灣五年到七年左右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它從這個顏色變到這個顏色 還是說這個顏色呢 因為原本像我們外銷的時候這一種 我們外銷美國的時候一直是一塊美金 那現在如果我們讓它顏色有改變有差異性 像我們這邊是把content珊瑚的基因轉直進去 它就變成跟珊瑚一樣的顏色 這樣一支就可以賣到大概三千塊美金 這個是它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是怎麼來做的呢 我在這邊有像這個是黃色的珊瑚 這個是我們在肯定用的時候 海裡面的水母它會發光 那這些特性像這個黃色的還是說這個粉紅色的 都是有它負責的基因 我們所有的特質都是上一代我們爸爸媽媽 給我們的遺傳給我們的基因 那我們第一步就是要先把像說假設說我們要這個黃色的珊瑚的這種眼光蛋白 還是說水母這個會發光的眼光蛋白 我們就先把它再負責這個眼光蛋白的這一段基因先找出 那先找出來定序之後 我們最重要就是在這一種雨 這一種雨它大概十二個月左右就是一年它就會成熟 它成熟的時候跟我們人一樣就是 也會去交男女朋友啊 談戀愛啊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結婚 剩下瘦精卵小baby瘦精卵的時候 我們要把握在它三十分鐘以內 三十分鐘以內它是還一個細胞器就是剛瘦精我們知道 剛瘦精的瘦精卵一邊的遺傳來自爸爸一邊的遺傳來自媽媽 那我們就在這個階段的時候把它的基因組繭一個缺口 把我們找到這段接上去 那以這一顆瘦精卵來講是不是它就 它就認為說它本來就帶有它爸爸媽媽給它的這段基因 它就遺傳下來了 包括它的生殖系統就是經草跟亂巢也都有這一段我們給它的基因 所以它就會遺傳下來 它也會遺傳下去了就對了 那是不是變成新的品種 對也算是 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裡面比較大的 它是已經就是第七代了 然後比較小的是已經第八代了 哦是哦 所以它們剩下來每一隻小baby都是粉紅色的 像那邊每一隻剩下來 都是這種綠眼光的顏色 跟冷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是一樣的 所以說冷的研究可以運用在 魚身上然後 魚的研究可以運用在 冷的身上 那請教一下為什麼一定是紅的跟這個綠的最兩個顏色 可以很多種顏色啊 我們在肯定一共有找到十幾種不同的眼光蛋白 哦是哦 哦哦 好 手藝的大型冷光蛋白它會長到三十公分 它壽命長達二十年 嗯 嗯 對的 而且是我們現在地球上最大的冷光 它這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飼料啊什麼的 這個隨便什麼質量它都可以吃 都可以 跟兩邊的特性都一樣 嗯 像這個 像我們小時候看的那個什麼 什麼彩虹魚 其實好 其實一共是有好幾種顏色 我們現在在這邊這個水箱 我們就可以看到 現在的那個科技 可以把所有的物種 都運用 現在的生物科技讓它可以表現出我們希望它們表現的各種顏色 像這個裡面就是我們在肯定一共有找到 各種不同顏色的 十幾種不同顏色的 那在這邊我們就可以發現 現在的科技可以幫它 像它世世代代都遺傳下來 裡面的綠色到現在已經第十八代了 然後紅色已經第十七代了 所以它每一隻生蟹也就是跟他們的爸媽媽的顏色都一樣 它是全球首例的雙基因的中型營光源 它可以長到12公分嘛 它的雙基因很特殊就是說 它是先完成我們左邊的這種 整個都是綠色的這一種 它成熟之後 是不是也是會產下受精狼 那麼就是它在產下受精狼的一剎那 我們把它植入第二次的基因 那第二次的基因 我們在它第二次的基因 我們是植入紅色的 但是在這個紅色基因前面有一個 調控它可以表現它部位的一個基因 所以這個 就是說它小時候這個基因的特性就是會在尾部表現 但是隨著它年齡長大它的表現會越來越強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現在看 說這邊是不是所有的小魚都是尾巴一點紅紅的 然後隨著它年齡長大 它紅色的表現越來越強之後 它就會往前推 然後跟原本的綠色產生漸層的效果 那就變成有紅色綠色還有橘色跟黃色 就變成七彩的 所以這項技術的成功 等於是我們剛剛說 我們全世界有一萬多種冠山 有都可以運用這套技術 讓它變成七彩的 這是這項研究特別的地方 這種用改變基因來三星的螢光魚 將來會安裝的發展大家要注意